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又到了我们今天晚盘的时间 我是后面的陈小宇 首先来看一下欧洲开始的情况 欧洲开始多数时间上升 账幅较大的是 希腊雅点墨西哥 冰岛挪威普拉雅 爱尔兰综合指数 跌的比较多的是 西班牙布拉格指数 法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亚太地区收市的情况 亚太地区收市多数时间上升 账幅较大的是 恒生、韩国、国企、印度梦迈 台湾、日经、澳大利亚 跌了比较多的是 越南护之明市、西兰卡、A之谷一架指数 印尼、马来西亚 越南护之明市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今天一下跌了五个巴仙 前面一直是在直线上涨的 今天出现崩盘了 马来西亚在上午还表现得不错 下午的话就一路这样插水下来了 在上午的时候呢 有两次尝试突破过黄线 但是就没站住 最终呢 在11点12点的时候呢 就跌破了黄线 下午就是一路往下走的 从昨天的情况来看呢 就出现了盘中的反弹 今天呢 基于下跌已经是第四天下跌 所以接下来呢 风险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说要注意这个风险了 今天最低收盘是1601.88 最低价也是1601.88 收了一个集音 这种集音的话 都是第二天出现反弹的概率就比较高 但是如果说反弹了之后 没有突破 今天阴住一半 那接着往下跌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趋势的状况 从雀主王的角度来看呢 昨天已经翻青色了 所以今天下跌也是非常正常的 中价比例呢 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比例很小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马股收盘的盘面特征 马股收盘最终收于1601.88 下跌了7.64 跌幅在0.47 其中实现上升的股票是497 实现下跌的股票是624 实现平盘的股票是481 那么今天早盘的解析当中啊 早盘这个盘中看盘技巧的时候 有谈到一点 今天上午虽然起了 但是说发现上升的股票更少一点 下跌的股票更多一点 所以我们说这种情况是不太健康的 容易出现啊 第二天的下跌 但是没想到的是下午就开始下跌了 所以说有时候呢 盘面不正常的话 我们一定要提早的看出来 不得的话 等它下跌的时候 你再去卖出就已经来不及了 行业来看的应该是涨跌参半 跌幅较大的是Healthcare 原来是它引领指数下跌的 插水的哦 其次Technology跌的也比较多 降幅较大的是Transportation 也涨了比较多 然后其次像Energy涨了是吧 近期Construction跌了 这样Technology就涨的比较多 回调是属于正常的 Healthcare没有上涨 再下跌的话 已经沦为了非常弱的 已经代表非常弱了 代表引领马骨下跌的主要力量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了 看一下这个 这样的还可以的这个Mature 这个主要里边有运输什么的 对吧 然后你看到像8362 庄价还是在增加的 所以今天涨了16% 713的话涨了13% 但庄价有所减少 今天的这个包装股都有启动 然后像Technology 今天还是在起是吧 还是4863一加撑着罢了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基本上是这样下跌的 从趋势状况来看 还是可以的 但是庄价没有再增加了 这是短线风险就开始了 目前在站着的 像0006什么 它属于一个反转 趋势一直往上的 0126也是反转 5011也是反转 0106也是反转 0174也是反弹 0143反转 024反弹 0127反转 但是今天跌的比较多的 像01546637 包括0090 这之前账的比较多的 3247 9393 0120 像0120的话 进去很强势是吧 今天也开始调整了 所以要注意风险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Healthcare Healthcare今天调整的幅度比较大 下午主要是Healthcare 在向下拉盘 砸盘 今天跌的比较多的是 0157 之后是706 0163 7191 7153 7113 这些跌的比较多 所以前面在跟大家说 翻青色的时候 如果说你真的是有看到的话 那么相信这两天下跌跟你没有关系 对不对 但关键很多人呢 不认为它会下跌 其实软件永远是比较及时的 而且比较准确的 它翻青色的时候才是1月14号 是吧 连续下跌4天 9163也是 如果说你是基于盘中的走势来去做判断的话 其实很早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卖出点 是吧 在这种位置 在12月17号附近就已经出现了卖出信号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Energy Energy今天是还不错表现的 当然这个行业板块只说你刚才那个不太像 Energy板块终于也出现青色了 所以也是要注意风险了 今天还在起的像334 5199 513 7250 是吧 这下在上 但是上的时候是不是反转呢 要看一下下边炒价是否增加 那像5078是反弹 7250是反弹 728是反弹 5133是反弹 5199反弹 5320也是反弹 大央也是反弹 基本都是反弹是吧 所以没什么砍头 今天那到底什么行业啊 什么股项会仗得比较好呢 我们可以看 其实很多的话就还是不错的 这种是第一次翻红的 那这种呢是决定是吧 就是这种呢是商务趋势 那你的股票到底有没有选对呢 是吧 有没有趋势 是不是中间还在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 就可以发送你的股票代码到下面联系方式了 如果说你想要学习更多技术分析 图表分析的东西 以及能了解这个软件 到底怎样选择牛股 以及捕捉包装点的 可以参加明天晚上8点到9点半的 专题讲课 下面介绍我们的一些方式 好了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非常有帮助的话 请帮忙点赞转发一下哦 那我们今天的晚盘解析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